当地时间7月13日,已故韩国首尔市市长朴元淳出病。 被爆失联的朴元淳,10日凌晨被发现身亡。 警方认为无他杀痕迹。 13日,官方为朴元淳举行遗体告别仪式。 当日清晨70多,林车从首尔大学医院殡仪馆抵达首尔广场。 亲属和工作人员护送一项进入市政厅。 受疫情等原因影响,遗体告别仪式为线上举行, 仅允许少部分人入内。 不少支持者聚集在室外用手机观看直播。 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海赞当天称, 朴元淳是自己相识近40年的好友, 身亡前日还在就某项政策和自己讨论。 他称,朴元淳是韩国公民运动的象征。 诸多韩国政要当天参加遗体告别仪式, 向一项献花。 朴元淳女儿当天表示, 对父亲来说, 每一位市民都是珍贵的, 他也竭尽所能让首尔成为更好的城市。 据藏礼委员会介绍, 在遗体告别仪式后, 将在首尔一公园火化遗体, 骨灰将安葬在朴元淳的家乡, 庆上南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